今天希望把這個地方再做一些變化 剛剛特別提到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圖的形態是哪一個 然後它的坐標 特別說這兩個是它的坐標位置 就是從這一點向右 向右多少位置 200個點 向下多少個點 10點 然後寬跟高 後面加一個點Slice 不過其實如果你寫成這樣的話 有些地方像錄製劇集 有些地方其實是可以拿掉的 像什麼 印象中這個是可以拿掉的 這個Range點Slice 因為你底下 為什麼可以拿掉 因為這個地方有個叫Set SourceData 有沒有 那已經給一個範圍了 所以其實有選跟沒選 這個印象中應該是可以把它刪掉 如果你不確定 你可以把它這個地方可以註解掉 然後另外的話 點Slice的方法 我是覺得這應該也是可以拿掉 也就是說其實最後省下來 應該可以再把它精減 精減完之後 大概程式長這樣 我看一下執行看看 也像這樣應該 不行 它一定要點Slice 如果你不點Slice 它沒辦法Run 所以這個 這個方法它沒辦法省略 OK 那把這個應該可以省略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這邊的話就可以幫我把剛剛的資料都給匯製出來 那其他的話 當然還有 如果今天希望把這個上面的名稱改一下 這個上面的名稱 比如說我希望改成什麼 各分店的業績好了 比如說這邊 各分店業績 然後另外的話我希望呢 在這個底下能夠再增加一個所謂的圖利 那什麼叫圖利喔 圖利的部分的話就是類似長這樣 我把那個圖利把它顯示出來好了 顯示的話 最後我看一下這個 我這邊圖利是把它顯示出來的話 跟著一樣把它取消掉了 預設是不是取消 預設已經取消了 所以那就不用加了 OK 那如果你假設希望把那個圖利把它關掉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從設計裡面 OK 特別注意喔 圖表裡面還有蠻多的相關功能 你可能要再找一下 選舉這個圖表之後 找到設計裡面的新增圖表項目 這邊就會顯示出 所有這些圖表相關的設定都在這裡 那有一些屬性 假如說你不知道怎麼設定的話 其實有的時候可以用錄製劇 它會讓你知道 那我如果希望再增加一個圖表標題 然後我們最後把這個程式給寫出來的話 那另外的話當然 我們其實這一行可以刪掉 所以其實只要兩行 那第二個的話你會發現 它這邊呢 第一行是用那個 add charge2這個方法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用了這個方法之後 它就會增加一個 叫做charge的一個物件 OK 那這個charge的物件的話呢 前面 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一個 其實底下對應的是active那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我要把他的 set data source 後面就可以給他我們的範圍 那底下其實喔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這個 set data source 這個 這個 有沒有 Source 冒號等於喔 如果你按照順序來寫的話 其實這個可以刪掉了 這個可以不需要 那另外底下的那個範圍 其實呢 如果我們用range物件來寫啊 其實如果是同一個工作表 你根本就不需要工作表名稱 所以這邊其實還可以把它簡化成什麼 直接簡化成就是哪一個工作表不用 直接跟他講說B2到C9這樣就可以了 OK 那當然相對的也會比較清爽一點 那底下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還要增加什麼 增加那個 Title名稱的話 那你一樣 在這邊用什麼active chart 那個什麼 點後面的話呢 你可以再加上什麼 加上它的標題 標題它有個屬性叫h 如果要增加那個 標題名稱的話 它有個屬性叫什麼 名稱蠻有趣的 叫hasTitle has不是動詞嗎 Title 問題是要不要標題呢 要的話就等於什麼 等於True就可以了 要不要標題 要 也就本來沒有 假設你原來這個是沒有的話 那你就是只要hasTitle的話 執行這一行 它就Title就出現了 只是說它會把這個名稱直接帶過來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Title名稱做變更的話 那你接下來就跟它講說 ActiveChart 裡面的什麼 我要它的Chart的那個名稱 就點什麼 它那個什麼 叫做Chart的 應該猜可以猜得出來 Chart的Title 的名稱 所以等於什麼 等於後面的話呢 那我底下有這個名稱 我直接拿這個複製 各分店的業績 那就把這個Title名稱帶過來 另外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再把那個 這個各分店的業績的Size 就是字的大小放大的話 放大到12的話 那一樣的方法就是什麼 ActiveChart的電 它的什麼呢 FoneSize 有沒有 你就這個有點像之前我們學VBA一樣 它裡面有個叫Fone的Size 字的大小 那大概就給多少 給12或14好了 給14 那其他的話呢 大概就這樣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前面有沒有 它好像不斷在重複 這個什麼ActiveChart 一直到這個ActiveChart 這個四個都一樣的話 那跟各位講 如果說呢 假如這前面都一樣的話 你可以把它精簡寫成Wiz 類似像底下這種寫法 那如果你要把它寫成Wiz的話 可以怎麼寫Wiz 空一格對不對 你就把什麼 把這個ActiveChart有沒有 把它直接搬到這邊來 空一格 那後面的話呢 記得加一個什麼 EndWiz 跟那個衣服一樣 有頭就有尾 然後並且怎麼樣呢 把這邊底下的 只要有看到那個ActiveChart 開頭了 一律都把它什麼 delete掉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 你其實只要什麼 假設啦 你不希望說 每個地方都重複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拿掉 那一般我習慣 會把Wiz到Wiz中間的那些程式 一律按一個Tab鍵 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寫出來 所以以後 錄製完聚集第二件事情 我就會找出它的對應關係 還有物件到底要怎麼使用 最後的話呢 可以把它變成 我們可以控制的程式 OK 如果有一些功能 假設沒有沒關係 你就再錄製 再去找到它的屬性名稱 然後再把那個對應的關係加上 OK 所以你會發現 基本上 它直條圖是怎麼繪製的 第一個 它一定要用哪個物件 蓄質物件 裡面有一個直物件 叫sharps OK 用這個方法 把它的那個 形態跟 坐標 大小 點slate就增加了 再來如果你要做其他設定 當然我這邊只有舉個例子 就是說 設定它的title要顯示 它的大小 還有它的size 當然底下還有別的啦 比如說你還希望增加什麼 增加底下坐標軸 比如說我希望在底下 再增加什麼設計裡面 比如說增加水平 水平坐標軸的那個標題好了 比如說像這邊有沒有 假設我今天希望增加這個 水平坐標軸有沒有的標題 這個標題叫什麼 比如說我這邊假設增加這樣 這邊水平坐標軸 名稱叫分電好了 類似像這樣 那如果說你要增加這個的話 你不會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錄製一下劇集就知道了 OK 好 那我們把它Run一下給大家看 所以這邊的話Run完之後 看到結果會不會是我們要的 Delete掉 當然如果你不確定 我建議你按F8 F8就一行一行 第一件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這個動作其實只是什麼 增加一個空白的 第二件事情才是SetSource Source有了之後 那個東西才會過來 有沒有 畫出來 然後要Title 我預設好像已經是True了 所以這一行其實沒有沒關係 下一行的話 就是把它的那個ChargeTitle上面名稱 改成各分店業績 它不支援這個方法 所以Charge的各分店 我知道了 少打一個字 Dentest 少一個屬性 OK 它裡面的字改成這個 有沒有 這樣就丟給它了 再來的話 Size改成14 好像預設是14 OK 再改大一點 16 這樣感覺比較有感 把它搬回去 層次也可以倒車 OK 按著不拔 OK 不過同學可以講說 老師那字的顏色可不可以變紅色 可以啊 其實很簡單嘛 其實如果同樣的道理 你可以知道 點Charge 應該點什麼Fone 應該點 這邊再加個點什麼 點Color不就好了 有沒有 假設你要再點Color 紅色就RGB 紅色就255 豆點0 豆點0 後瓜 那當然你可以在程式再往上跑 有沒有 拉上去 然後再讓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字就變紅色了 你要變粗體 再繼續寫 也就是可以用這種方式 先把一個先做出來 如果一個做出來的話 以後每一個 你可以有點像工廠 模具做好了 跑個回圈 全部都OK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有點像做模具的道理 有沒有模具 你要先了解 它裡面基本上怎麼跑的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是利用這個ActiveCharge2的方法 產生我們要的一個空白圖 然後再把這個圖 所以它這個做完之後就會多一個這個 也就是沒有上面的這個動作 就不會產生下面的這個叫ActiveCharge 所以上面沒有下面就沒有 那你ActiveCharge就有些屬性跟方法 如果你會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針對它去做一些設定 那至於說ActiveCharge裡面有哪些屬性跟方法 你可以點下去 這邊就一堆了 這些都是啦 如果不知道的話 要不然就錄製具體 要不然就按F1去查一下 然後跑完 那最後可能有同學說 老師如果要刪掉它怎麼辦 那之前都是點它按Delete 可是你想說老師太麻煩了 可不可以直接我們寫一個SUB 叫什麼 叫刪除SUB 我還是要刪掉那個刪圖好了 刪除 刪圖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要把它刪除掉的話 其實程式非常簡單 就是要ActiveCharge OK 然後刮弧 裡面放個1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如果你產生的第一個 它就是1 可是特別重要這個功能 只能夠用在什麼 你目前只有一個圖 如果你第二個圖就變2 一直在推 點Delete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試一下 我確定這樣應該OK 就是那一個圖 所以那個圖增加的話 就有一個續的1 所以執行它 OK有了 如果你要刪掉它的話 就執行這個 目前產生的這一個 所以叫SharpE OK 跟上面不一樣 就是E.Delete 執行看看 有沒有就刪掉了 所以刪那個圖很簡單 有沒有刪掉它 其實還有第二個方法 如果你要刪掉它 後面其實可以給一個名稱 就有點像是那個物件 那個什麼 序詞一樣的道理 只是說那個名稱 常常會同學說 老師那個名稱我怎麼知道 因為上面根本沒顯示 跟各位講 如果你想知道它上面的名稱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常用 裡面有一個叫尋找與取代 裡面有一個叫選舉窗格 選舉窗格裡面就會出現了 它叫圖表25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假設說 你想要刪你可以用名稱 我印象中 假設你要把這個圖表25 把它刪除的話 那你可以什麼 找到這個圖表在哪裡 常用裡面的那個選舉窗格 然後會有這個名稱 你就把這個把它刪掉就好了 所以這邊把它Delete 你會發現這個O不OK呢 你看 執行的話 按執行 這樣也OK 只是說 你要找到那個名稱實在是有點困難 所以一般習慣性就是 你乾脆這邊加個1就可以了 然後你確定就是說 你每次執行幾個你要記得 不然的話多一個 像如果你執行兩次 那你只能刪其中 我看一下 這個如果執行一次 如果再執行一次 裡面其實是兩個 那如果你把它刪除的話 你看刪掉一次 它只會刪第一個 除非你再執行一次 它又刪 因為刪掉一個之後 2就變1了啦 有沒有 它又地補了 大概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做的主要兩件事 第一個 就是把剛剛的AddChar 把它後面再增加 就是標題上去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再學習 怎麼樣把那個圖給刪掉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